各位在描述有一个接链 关于一个车祸 就是一架Tesla的车 全速撞到一个小货车的车尾 结果司机就即场死亡 发生在广东巢关 因为这个短片 所以有很多朋友留言 我和大家读一些留言 其中一个就说 根据我的经验 是Tesla的设计思路有问题 因为只要轻轻松开电门 Tesla就会 浮于刹车的速度停下来 因此很多Tesla的车主 就会当油门是刹车用 换句话说 你踩着车就向前驾 一松脚就要停 好像很什么 但你记住 这个就是一个设计上的创 因为大部分人开车 习惯了 就是要刹车 把脚拿到旁边的制度 而油门 在松开之后 我们预期车 慢慢停 就不是有刹车的作用 当然在电动车来说 它就会这样设计 一样的设计 上开就将车的动能 全部拿回来 因此你一松开油门 它立刻就启动了 倒转那个摩打 由摩打变成发电机 所以尽量在车上 将能源转回 但这个作用 使得车要习惯了 我就想象不到 我会自己怎样开车 如果我遇上这样的车 可能不时我的脚都会在油门上 按着小小灯 车可以稳促前进 而刹车时 我习惯是想 一松脚就踏在旁边 现在一松脚之后 我不知怎样做 这个所谓单脚式的控制方式 我觉得在设计上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尤其是预着紧急情况之下 车主的反应 就会松脚在旁边踏下去 希望松脚踏在旁边时 车真的可以停 有个刹车键 但似乎 他这个设计上 可能有一些瑕疵 因此引致 现在有一些 民事的诉讼 有些车主在这儿 控告Tesla 说他的杀户系统有毛病 在这里有些朋友 基于这件事 就讲了一些不同的角度出来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 设计这件事 你在油门 我们叫油门 做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前进 一个就是后退 基本上就是踩前 那就是前 一缩脚就打回头 停车 如果这个转成了一个 转车的东西 你手控制 推前拉后 推前拉后 你放手 它不会自己 缩回头 你要自己拉回头 于是在这个动作中 你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直接的控制 可以知道你想做什么 而且也可以因应环境 是给一个不同的力度上去 但现在他的设计 就没有这个可能性 没有得选择 一踩下去 他向前行 你一松脚 他就像刹车那样 给人一个非常之 有点不妥的感觉 所以他们说 如果有些其他朋友 他自己都是开电动车 他这些车 就有一个选择给你 就是你踩下去的时候 那当然向前行 你松脚的时候 到底车 会收多少能量 有制可以教的 你可以教好似 普通电油 一些汽油车那样 它慢慢停 慢慢收回那个能源 有这个控制之下 很多司机 好像我这种 开惯电油车司机 转过去 就可能会容易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在这个控制上 有没有得被车主选择 这是一个 我觉得有商榷的预定 作为一个设计者 面对一个非常大的群众 其实 给群众一个设计者 比肯是一个选择 一个正确的做法 但很明显 Tesla不设计者 这件事就跟一些 现在的美国科技公司的思路 哲学上有关系了 譬如苹果电脑 苹果上面大部分东西 你不能选择的 不同 好像在Windows上面 你可以什么都选择 或者去到Linux那边 你太多的选择 选择得差不多 除非你自己真的很熟 因为你不能用它 在容易用 和多选择 和多选择到你近乎难用 这个连续线上 到底你选择在哪一点 现在似乎 Tesla的设计 就想走到苹果那边 即是说 尽量容易用 但比用家的选择很少 即是说回来的油门 你踩下去 他就走 你松脚 他就帮你尽力 拿回你所有的能源 差不多等于煞车的样子 至于他旁边的 煞车系统 有没有作用 我不知道 在这么多留言里 没有提到这一点 所以 也有车主留意到 在这个动作之中 偶尔不会发生 即是说 你向前踩 他向前 他就走 你一松脚 你打算煞车了 他事实上没有煞车 但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因为 你的环境 温度关系 使到当时的电池 不可能 接收能源 都未顶 因此 他软件可能 就说 我要保护电池 所以 就不回收了 因为你回收了 你找地方放 放不了电池 你根本就 摸一下 使得他可以回收 如果有这样的成员出现 很容易使得 驾驶者 非常无信心 这是一个 出现了的问题 有人已经报告过 说在Tesla的车车上 松了脚 预期的 刷车效果 并没有发生 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之后 还有一个就是 到底现在 Tesla公司 对人命 是否当是一个 我预算 之内 我这个设计 有 遗憾 所以 我 预计会被人告 我预计我会赔多少 而这个 预计赔的成本 低 你要改成本 所以我不愿意改 如果有这种思维 那就非常危险 为什么我会说 这件事应该是 在道德上 不可以接受的 大家记不记得 737MAX 波音公司 一个 一直以来 一个非常可靠的 飞机制造商 他的737MAX 就在设计的时候 因为他要提高 引擎的 力度 所以用了一个 大一点的引擎 用了一个大一点的引擎 所以引擎离地的 距离 就 不够了 因此他要将引擎 向前移了 把引擎向前移了之后 后果就是 整个飞机的重心改变了 引擎是飞机上最重的两件事 你改变了重心之后 那么飞机就会自动聚 所以他用软件 在后面教它 在软件出了问题 而 在搞时 也没有将这件事 是给那些飞机试制 所以连续出了几次 两次以外之后 中国已经将 737MAX全部 按飞 这一个 我觉得亦都是 保安公司 为了要跟 空中巴士 Airbuds 竞争 尽快赶出这个737MAX 造成的效果 死了 两架飞机 几百条人命 要赔 他这个竞争 我觉得赔得起 抢回市场 如果这样的 逻辑而造成 这样的后果 我觉得 中国就要 非常 大力地 去告这间公司 市场真的 一定要改 人命 不可以用钱来量度 当你有一间公司 拿钱来量度 人命的时候 这间公司 不应该再存在 因为 人命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这里 我的资料来源 当然来自网上 我会将资料放在那个描述里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